大家好 感谢大家关注门杆红读书 我今天想向大家继续分享 张文广老先生的《我的武术生涯》 知我教学生们学射箭 初到北京体院时 我除了向学生们教授武术 摔跤 拳击 举重外 还曾经将我国传统的射箭 布设项目介绍给同学们 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学习 对中国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项目 加强了了解 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布设分为三种射程 即30米 40米 50米 每个射程比赛三件 三个射程下来后 计算总环数 多者为优胜 初学时 拉弓很费力气 我在要求学生们通过辅助训练 增强臂力外 还将射箭的技术要点 方法 耐心细致地全面讲解给学生们听 要求他们一定要按照我讲述的去练习 当学生们因技术要点掌握不好 设不准把心时 我不是去批评他们 而是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问题 有区别的予以纠正 如此仿佛几次之后 学生们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 他们对射箭的兴趣更浓厚了 每一堂射箭课上 都充满了活泼轻松的学习气氛 难怪在我上射箭课时 张立德老师在一旁 边看边说 张老师您的武术知识真是太丰富了 样样都精通 这之后国家体委曾成立近代射箭队 全队总体的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 也曾经有几项射箭世界记录 被中国运动员打破 但是后来 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 中国传统体育射箭项目 被终止了很长一段时间 射益是武术体系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我所知 现在很多高校 都已设立了传统射益课程 我们的传统武术正在回归本貌 跟进时代 放眼世界的路上 让我们继续为武术的发展而努力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门杆红读书 再见